用筛选功能,我刚刚特别强调,筛选功能就等同在Excel里面 让它具有那个所谓的资料库查询的功能 也就是以后,你们要查询的时候,假设它里面像C栏里面的资料是文字的话 它这边会显示出像文字筛选 所以你录制的时候,它也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这个聚集的那个程式,它是帮你录 如果你今天里面是放的是数字的话,你会发现这边是数字筛选 而且里面这边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有没有 它会有小于戒于,还有前十项,有没有 那如果你这里面是放什么,放日期的话,它这边会出现日期筛选 那会不一样的那个筛选,这边会有日期筛选 然后会有什么呢,一般常用的是 像什么,戒于有没有 所以你戒于的话,那假设你要查两个between日期之间的话 可以用这个来做 但是这个时候你录下来聚集 就会有criteria1跟criteria2 那你可以给两个条件 比如说他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你第一个是从哪个日期开始 所以这个input box你可以有两个 请输入那个第一个起始日期 可能是x 然后再采一个y 请输入结束日期 会有一个x跟y 然后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起始日跟结束日 可以把它查出来 那如果你今天是 它是文字 如果是 数字的话 你可以看什么 是 大于 小于 等于 等等的 有这么多条件 所以如果不会没关系啦 你就录制聚集 但是不需要重头录 你只需要怎么样 录你那个 需要用到的地方 比如说你想要知道说 介于哪一个日期之间 对不对 那你可以 给改个名称啦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就不改 就这样 日期 然后一直叫介于好了 这个先点一下 我刚漏了 我先把这个 先取消筛选一下 其实理论上应该先 先筛选 先从没有筛选 然后再开始筛选 OK 游标放这边筛选 然后呢 用什么用介于 介于OK 那介于哪个日期呢 那我就是 2008年的 1月1号 到 2008年的 6月31号 OK 类似像这个日期 按确定 那这个地方的话 OK 按确定 他会帮我筛选出 这可能是要用那个什么 看一下 介于 介于 这个应该用 还是没有 这个 我看 这12月 大一点日期 12月30 也按确定 对 因为没有那个日期 OK 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就一样 砍出去 后面就不用录了 那你录下来的地方的话 停止 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 聚集 编辑一下 那他会帮你录下来 其实 我刚刚有做了几个啦 这个多的就把它删掉 其实上这个就是 Selection Autofilter 指的就是 或者你 跟这样 应该是这个 这多的 这不用 第一个 第一个一定是 游标放哪里 第二个是 那个 有一个 slate 所以产生一个 Autofilter 然后 range的话呢 是从哪个地方到哪一个 然后第几栏 你们发现 这边有个 quitera 1 等于 那这个是一个底线 空白加底线表示是 下面那一行跟上面这一行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什么 你会发现 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一定是一个双引号 另外 Operator 这边要是什么 用连期的 xl and quitera2 第2个日期 对 实际上 差别在这里 所以未来你如果不太知道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跟前面一样的地方 前面这边都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 只有几个 Field 就是第几栏的意思 因为我的 我刚查的本来是3 对不对 业务是3 可是我现在改在第几呢 改在订单 订单刚好i栏 那i的话就是刚好9 所以呢 只是这个栏位改了 然后quitera本来是只有1 他变成有2 而且会多一个operator operator就是你的交期或连期 OK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做出很多的变化 其他地方我想都差异性不大 那因为我是不是做两次才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他也帮我做两次 第2次才是对的 所以我可以把第1次的给删掉 其实 如果你要再更精简 我记得好像 甚至这两个好像都 都可以 我的习惯甚至好 因为他有个range select 然后在selection 其实有的时候 这两行甚至可以怎么样 可以简化成一行就好了 我跟各位讲过 其实你可以这样写 rangea1.autofilter 就好了 因为他录制距离的时候 他会先把你滑鼠的动作录下来 但实际上程式撰写不用那么麻烦 不用说你要先slate 再selection slate slate是选取 会产生一个selection 可是实际上这个selection就是range IE 所以有时候啦 如果你要简化的话 甚至可以怎么样 把slate跟selection 连接掉 变成这样也可以 其实很多 程式录下来的东西 都可以这样改 因为他slate selection 好像有点多余 有的时候我常常把它删掉 因为 不需要这样写 那如果说未来你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改成 比如说借于哪个日期的话 就可以拿刚刚的这个 再把它做一个修改 我们程式期就可以改得出来 好那这个是第1个 就是说有关其他的录制方法 那再来我们把刚刚的重点回顾一下 如果你刚刚录的东西 假设细节部分有点漏掉的话 请各位看云端上 我甚至还要把那个 需要更改的地方 用黄色的区域帮各位做一个 就是就是把它醒目一下 其实这个3有没有 其实也是个重点 这个3指的是第3栏 未来这个数字也可以变成一个变数 OK 你可以不只是查第3栏 你可以查别栏 那其实还有一个地方 可能这个2500 可能未来 应该也不能固定 不然的话 你查来查去 只查2500以下 如果后来有新增加怎么办 所以 这边的话你也可以 把它改成一个变数 那个变数呢 其实就用 之前我们讲过的 用向下侦测的就可以了 那向下怎么侦测 其实你可以这样 可以把这个改成 就是用range 侦测 我的习惯是这样 就是说 把这边 这边2500 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 delete掉 然后在它上面 也许我习惯接一个r 这个r等于什么呢 从range a1好了 先去帮我侦测一下 从a1向下侦测 点and 向下侦测的话是刮弧 excel 当 有没有 后刮弧 点ro 那它其实实际上就是做 有没有 从a1 有点像这样的 我游标放在a1上面 然后呢 ctrl向下 就是停在2500 那刚刚这一行叙述的话 它到底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将来不管说它 几列 它都会回报给你 那我把这个r 放在 本来这里是2500 把它放在这个后面 那因为呢 它是一个变数 所以你要必须加一个 串接符号 再加一个r 它就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跟lo 的前符号 串 如果它是2500 回来就2500 那如果它是 其他的数字 它这个地方也会自动去调整 应该可以理解吧 OK 所以比如说我们来demo一下 像这边 假如说我底下的列数 增加了 比如说再增加个几列 这边再增加个几列 那本来假设你如果写固定的话 那一定会卡住嘛 比如说我找 找小咪好了 按确定 好 刚刚2500 现在呢 现在还没有执行 卡在 我把它射中段点 按F8 执行了 它就等同是 放A1 Ctrl向下 追踪到的结果告诉我 2522 哎 有没有 因为我刚刚又增加了22笔 所以呢 它将来在筛选的时候 就会把那个后面22笔也把它纳进来 但是如果你没有改的话 你就直接这样子 以后呢 你资料如果增加或减少 它都不会动 所以只要加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好像前面我们在 前一个阶段上课说 讲个N变的 很多很多 都类似的 那只是说我把它前面再多增加一个变数 先接收到它到底有几列 再把它放在这个后面 OK 所以第1个 我们 如果资料量有变动的话 该怎么做 OK 第1个 再来的话 底下就让它执行 所以小咪 就被查出来了 而且会增加在这里 好 这个小咪部分 接下来呢 我们可能会遇到 还有 再往下走 OK 底下还有简化 我刚刚讲过就是 这个这个还可以再让它更简化 这个简化部分 我想 自己再看看 有些地方我觉得可以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你按钮 可能它会因为 假设你按钮放这边 它会因为什么 你的筛选 而变形 所以控制项格式里面 这边有个摘料资讯 大小位置不随 储存格改变 这边按确定 不过很奇妙的 我们2013的版本 它居然没有变形 可是 2010以前的版本 只要一筛选 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会变成一条线 如果你们用的是前面的版本 因为它现在没有变形 它会变这样子 变一条线 这样子 可是为什么 在2013不会变形 可能它有把这个 bug 丢掉 但是如果你 你不可能说 你们 马上用那么新的版本 或者 可能会不会什么情况下 会变形 如果有发现变形的话 记得 控制项格式 把它改成 不随 储存格改变 因为你 筛选 它变成说 它的高度压扁 那你将来变一条线 很确定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控制项的部分 再来筛选其他 我刚刚讲 你可以用包含 如果用包含的话 录下来是这样子 刚刚 如果你用 等于的话 它是 直接就是一个 类似像 这样的一个 假的xy 如果你用包含的话 它是这样子 quitera 冒号等于 后面 记得其实有点像那个什么 那个like 用sicle语法一样 前面呢 如果 万用字元是start 不管前面是什么 也不管后面是什么 但是这个万用字元 你要把它跟x串接的话 有点难度 有没有发现 前面是什么 双引号 等于 有没有 一个星号 结束 结束 再end 什么呢 一个x 再end 后面一个星号 用这样的方式呢 才可以做出那个什么 包含的叙述 那所谓包含就是 不管前面是什么 也不管后面是什么 这个start 意思说 不管是什么字的意思 OK 好 那这个地方 另外再来还有关防呆的 那什么叫防呆 就是说呢 第一个可能会产生的问题 最常见的就是说 你按一下筛选 然后呢 假设呢 这边已经有小咪 对不对 结果你又在查小咪会怎么样 按确定 该名称已存在 请尝试使用其他名称 OK 增错一下 停在这里 因为小咪存在了 所以你要重新 这一行是重新命名的时候 就变成有错误 但是他这个错误他不会帮你自动修正 你必须要做点什么事情 所以 理论上当然呢 如果你 遇到这样的状况 你可能要想说 到底 怎么样做才比较符合使用者的需求 你不能说 以设计 就是你自己设计师的角度去看 你要去想说 到底使用者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的动机为何 我大概想说 其实他应该是要重新把资料 再查一遍 所以呢 他可能需要应该怎么 先帮他把旧的小咪 删掉 对不对 然后 再帮他查新的小咪 这样好像比较合理吧 可是问题 接下来就要想说 那如何删掉旧的小咪 不过在 要删掉 那个小咪之前 你可能要先 先去什么 先check一下 到底 到底有没有重复的名称 OK 所以 这边的话 我们有房呆 第一件事 房呆一 如何防止 已经存在 又要先查询 已存在名称 而产生的错误 就刚刚讲的 所以 基本上 程式已经写在这里了 你只要 这一段 我们先来看一下 其实基本上 这一段 主要就是房呆 那应该放在哪里呢 基本上是放在这个 Input Box的下方 所以我把 干脆把注解 也一起复制好了 Ctrl C 放在 这边 我先把程式 结束掉 放在X 就是Input Box 这边 放在输入之后 马上去做 那我们再来试一下 这个功能 实际上 就是做到 我刚刚讲的 房呆 把这个空的不要 假如一样的动作 那我们再 再把它 执行一下 小咪 你会发现 刚刚的问题呢 就不存在 按确定 刚会卡住 现在呢 没有卡住 这个小咪 虽然看起来 一样是小咪 可是 这个小咪 已经是新的小咪 不是旧的小咪 OK 那里面到底怎么运行的 其实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城市里面这样跑太快了 我这边设个中断点 再来跟各位叙述好了 第1个 先输入小咪 按个确定 它会怎么样 Input Box 有没有 小咪 那我要怎么样 比对 所以接下来 我要做什么事 查一下 到底里面 有没有 重复的名称 那我怎么查呢 第1个 跑个回圈 For I 所以等于第2 到蓄子点抗 为什么呢 从2呢 为什么 因为 1 这个指的是第几个 工作表 的意思 第1个工作表要比吗 应该不用啊 因为 名称 它其实不是查询的结果 第1个 所以略过第1个 所以这个二指的是从第2个 帮我去 比到最后 最后一个是sheets.com 这个还蛮好用 未来可能会蛮常用到这个属性 如果 X 跟 sheets 比如说从第2个 先把第2个的名称 先调出来 比一下 如果一样的话 那我做什么 诶 那我就是 是把里面 这第几个的那个工作表给删掉 那删除的话 特别注意 这边又多学了一个叫 哪一个工作表 点什么的 delete delete的话就是把这个工作表给删掉 但是呢 你想说 删除为什么上面跟下面要多 多这个东西啊 实际上 这个 删除如果你今天 没有这个application.displace learn 它会出现什么东西呢 基本上 我试一下 它会出现这个 诶 跳出这个啦 他问你说 诶是不是要删除 他会让你选择要删除或不删除 那理论上当然我们现在删除 可是 这个当然 每次都跳这个出来 其实对使用者来说很麻烦 而且如果说你将来啦 我们后面还遇到批示删除 所谓批示删除 可能你后面一堆东西 那一堆工作表你如果一个个慢慢删除麻烦 你可不可以 全部一次删除 当然可以 可是问题来了 他如果每个跳一直跳这个东西的话 你可能不生气啦 所以怎么样 把它关掉吧 OK 那如果你要关掉的话 就是什么 application 点 点 Disprecedent 所以你打一个application 点什么的 DI 有没有 DI大概就出来了 等于 False 那记得呢 最后呢 把它改为True 如果 Delete完通常就把它改为True啦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没有把它 再打开的话 将来 就不会提示 那 既然已经查完了 也删掉了 不可能有重复的名称 所以呢 直接就跳离回圈了 当然你这个没有 Aziz 4 程式也 不会 有影响 可是 如果有Aziz 4 的话 基本上 应该效率会好一点 怎么说 因为你已经删掉那个的吧 如果后面还有很多个 如果你没有Aziz 4 他还会一直比 一直比 可是已经没有了 你干嘛再继续比 所以Aziz 4 我意思说 不要再往下走了 因为不可能有重复 一样的名称 会有第二个 OK 所以Aziz 4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会自动再重新 怎么样 帮我去做查询动作 并且产生一个新的结果出来 那这个是有关 房呆一的部分 就是房子已经有存在 而产生的错误 那画面先滑点 给我一下 试一下